真修行必须要除三师虫 承相路上为何要经历自己杀自己的过程 道教中说的斩三师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斩三师而后成大道 在道书《梦三师说》中提到 人身中有三师虫 这个三师就是来自于道教的术语 太上感应篇中写道 又有三师神在人身中 每道更生日 折上亿天曹 言人罪过 三师虫分别为上师虫 中师虫 下师虫三种 同时也是隐藏在人体中的三位神奇 上师虫叫做蓬猴 在人的大脑中 含着金银珠宝等各种宝贝 喜好金笔辉煌 上师虫的存在令人变得愚笨 所以好才无名利的人 通常是大脑内上师虫过多 你的元晶气神 也就会被虫子吃掉 中师虫又叫做蓬治 在人的胸腔内 是喜好吃的 贪恋口腹之欲 令人变得不清静 达不到入定 它总是引导人们吃进更多的大鱼大肉 让人无法自拔的陷入肚 所以在吃上太贪心 是胸中的中师虫过 下师虫又叫做蓬骄 在人的腹中 是喜好男女色欲的根源 也就是说 三师虫让人贪宝贝 贪吃 贪色 体内的三师虫就越多 虫子越多 而我们达不到先人层次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三师虫 毕竟元晶气神都被消耗在这里了 身体和福报也就全部垮掉了 所以道教才有了斩德三师 祭政金仙的观念 所以修道人要简单 生活要简朴 不能只想着发财来享受 也不能让福报都给嘴巴吃光了 更不能对男女之事有所执着 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 三师虫都是大道的化身 在人的体内 肩负着继续度人的身指 他们喜欢四处游荡 教所人犯罪后再告密 每到更身之日 就会到天庭之上 相遇皇大帝禀报每个人的罪过 减掉人的寿命 这样就可以早早离开人体 功德圆满了 自古以来 斩三师都是道教修行的一大难关 葛虹在报仆子 将三师神比作了魂魄鬼神来 认为人灼气越重 灵性就下降 所以求先者要在更身日 通宵静坐不眠 先斩去三师 破解修道最难的一关 斩三师 到底如何去除体内的三师九虫呢 三师神在道教中属于恶神 他们爱好放纵游荡 而且喜欢害人 经常教唆人们激发出各种 阻碍得到成神的欲望 比如 九色财气 攀缘爱念 忧愁思虑等等 作为阻碍他人修行的神 三师虫可谓尽知尽走 每每记录一个人的罪过 而后禀报 体内的三师虫就越多 圆经气神就消耗得更厉害 古人把细胞称为虫子 认为人的身体里面 大部分都是由虫子掌控着 因为我们身体里有着五股杂粮的能量 三师虫就靠此 鼓气为生 其过程与内容 也体现了道教与医学养生学 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师 有下师 中师 上师 既与贪嗔痴相对应 又与气血神相呼应 古人讲 人有三魂气魄 死后魂归于天 魄归于地 但是你这三师会形成鬼 因此按照这种说法 三师也会跟随你的前世 累世累积的业不断流转 如果你今生没有得到 没有觉悟 或者说没有开悟 他们就会跟你一起进入下一个轮回 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三师比作一种幻境 因为它看不见 摸不着 只是在我们身体上面 掩着 掩着 一直在掩着 古人用他们的智慧 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人间乃道场 生活即修行 而道教有壁谷断食 佛教有八观斋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人顿顿是无肉补欢 殊不知 在佛道两家的说法中 肉里头的虫子很多 严重危害人的健康 人们把肉里的虫子吃进去 体内就都是虫 因此你越执着这副臭皮囊 灵性越下降 而佛教有八观斋 也就是引导人们 先把对食物的贪注断除 八观斋理由两点 第一个 过五不识 第二个 不着 香花蛮 不香油涂身 因为下士虫 就会分泌一种东西 让人很臭 所以世间的男男女女 便通过香料 掩盖臭味 殊不知 这是体内的贪真吃的虫子 散发 因此 佛经把这个世界说成五浊 一般来说 真一修行就要身心双修 既然三世危害人体 而修行的前提 就是有一副金刚南怀之身 道教因此有了 种种杀灭三师的方法 用蛇血历史28年书写经书 是黄金活到126岁的乌霞产师 斩去三师 最终成就肉身菩萨 九华山的乌霞产师 是最著名的肉身菩萨之一 曾在九华山中 隐居了一百余年 作为一代高僧大德 他用蛇血和金粉 耗时二十余年 抄写大风广佛 华严经 继八十一卷 以此来弘扬佛法 缘继后成就肉身菩萨 相传 无暇禅师自幼在五台山 出嫁为僧 在26岁的时候 来到了九华山 为了能够一心修行佛法 他既没拜师 也没收徒 在一个可供一人藏身的山洞 隐居起来 靠吃黄精 野果 单身之类得以生存 当人们发现他使 这才惊绝 他已经作画三年多 据说 无暇禅师的肉身旁边 只有一部血经 这部经书 乃是由他 用蛇血 掺和金粉写旧的 刺体 端庄清秀 大小如一 像刻板印制 传说他七天放一次蛇血 血了再放 放了再写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 教导识人 而他在山上隐居期间 一直缺一少时 日常就靠使用黄精 为时所需 中医记载 黄精吃了可以杀死三十虫 俗话说 没有人参 难有黄精 在古代养生学家 乃至医学家的眼中 黄精久浮成仙 使用之后 身心清爽 它的外形看上去 和生姜相似 油 补气 养阴 健脾 润肺 以肾等功效 道书中提到了 众多的药物和药方中 就有它的存在 《本草纲目》中 对黄精的记载为 补诸虚 止寒热 甜精髓 下三十虫 有道是上师好宝物 中师好武畏 下师好色语 道教为了除去三师 有个活动叫做手更身 据说连续三次 就能让三十虫惊恐不安 不敢妄动 既美到了更生日 不要睡觉 通宵 静坐不眠 连续坚持七次 就可以彻底的灭绝三十神 除此之外 还有避谷 服器 服咒 服药 等这些方法 不过这些古老的记载 如今并不适用于每一个现代人 且关于三师的说法 一直无法验证真假 如果想要严年异寿 增进修行 还是要心平气和 清除杂念和种种妄想 或是加以黄精药膳辅助 也是大有必义 一切 备 渐